然后穆斯林信独一真神 没有中保 没有得救的保障 犹太信徒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心里的弥赛亚能使他得救吗 那其实答案很明了 对不对 除了圣经所启示的 那位耶稣基督弥赛亚之外 没有救恩 没有上帝是父的那个知识 也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子就没有父 对不对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子 子所启示的父 若不信子 只是被咒诅的对象 鼠灵的瞎眼 死人 魔鬼的黑暗之子 愤怒之子 要想与神和好 不接受唯一的上帝的羔羊 上帝所提供的上帝的羔羊 最得不到赦免 与上帝和好不了 和上帝之间怎么能享受那种平安记 对不对 不可能有真正的赦罪之后 应许的那个生命的交通 所以想赤裸的直接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 只有愤怒 咒诅 当然旧约的犹太人 他们虽然没见过耶稣 不知道耶稣 但是他们透过仪式里面 透过应许里面 透过预言里面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 虽然对他的认识可能不是整全的 但是相信 所以西伯来书作者里面提到亚伯拉罕 遥望 耶稣基督也说 亚伯拉罕欢欢喜盼望我的时候 所以犹太人很生气 你还不到五十岁 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 这个年代差就差多少年呢 对不对 亚伯拉罕那个年代 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主前两千年 耶稣是一世纪的人 差两千年的时间 亚伯拉罕怎么欢欢喜 信心的遥望嘛 盼望嘛 对不对 西伯来书作者是亚伯拉罕 盼望的神所建造的 坚固的那个城 所以旧约里面 怎么获得那种信心 圣经没有向我们显明太多 但是他们很多人 是有信心的人 透过神的话 透过神的应许 他们拥有了那样的信心 但是很多的犹太教人 他们不认耶稣 所以他们不认耶稣 结果自然然了 对不对 我不是要做决定 神做决定的那个事情 是根据上帝救赎的方法 应许做初步判断 当然有一天他悔改了 怎么办 那个就不好说了 信耶稣了 那当然就好了 对不对 不信耶稣当然是 信的人不被定罪 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这是上帝自己做的判断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不是要做的事 我不是要做的事 不信心的事